有点用不心慌,我是慌哥 话说2077年,小伙只要到20岁就能分配媳妇 单身狗彻底消失 老汤非常幸运,分配的媳妇是漂亮无比的大金毛 两口子在1万米高空工作,维修战斗无人机 保护人类海上核发电平台,防止外星人搞破坏 原来50年前,外星人突然攻击地球 人类用核武器打败外星人 外星人一怒之下摧毁月球,在地球大气层外 留下一个三角形飞船 由于没有月球引力,地球灾难频发,海啸吞没陆地 地壳疯狂运动 再加上核辐射,人类很难生存 根据记载,一部分人类移居到泰坦星生活 老汤这是留下来的一部分人 一直和地球上残留的外星人战斗 不过每隔5年,他会被清除记忆一次 更难受的是,他经常梦到和一个妹子 在大楼上观看风景 这天两个战斗无人机被击落 老汤赶到现场,找到一台无人机 拿起核电池一顿关机重启 无人机成功飞上天,开始工作 不过老汤不知道的是 在黑暗的地方,两个外星人正盯着他 他骑着摩托来到另一个无人机消失的地方 一个被泥土掩埋的图书馆 里面全是散乱的书籍 他掀开一块破步 发现破步下面不是无人机 而是一个地球仪 他瞬间感觉事情不对 想撒子逃跑 腿却被陷阱捆住 在地上疯狂摩擦 他拿起枪打烂陷阱 掉头就跑 这时一群外星人出现 眼里冒着红光 要包围他 他掏出枪一顿疯狂输出 扣上绳索要逃出图书馆 还不忘嘲讽外星人 不要绳索被砍断 他砸在地上 步枪掉进地缝 只能拿出手枪和外星人对战 但外星人太多 眼看他就要被包围 这当他绝望时一台战斗无人机 冲进图书馆 一顿疯狂输出 把外星人打成了渣渣 这可把阿汤乐得不行 拿着一本书爬出图书馆 却傻了眼 摩托车竟然被外星人骑走了 这属实有点气人 回到家里 大鸡毛对阿汤一阵安慰 阿汤也很淘气 拿出一盆太阳花送给大鸡毛 大鸡毛却生了气 说阿汤违背了规则 一抬手把太阳花扔下一万米高空 太阳花足享年三分钟 看着冷漠的大鸡毛 他心里很难受 晚上洗澡时 大脑中又出现了和妹子看风景的画面 他心中开始疑惑 总觉得哪不对 这时更可怕的事情发生 海上核电平台被炸毁 蘑菇云迅速飘向空中 阿汤赶忙去查看 发现外星人用核燃料电池引爆了核电平台 他搜索到外星人的电磁信号 发现信号发向了外太空 而信号发射的地 正是他梦中和妹子看风景的地方 里面有一个大号信号基站 他扯断基站电线 让媳妇大鸡毛将情况汇报给大领导 然后开着飞机来到峡谷深处的小木屋 换上普通人衣服 躺在地上开始休息 在他心中 这才是正常人的生活 看守核电平台和大鸡毛结婚 只是为了执行任务 正当他享受生活时 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大火球 火球穿过大气层 坠落在地上 阿汤开着飞机 赶到坠落地点 发现是一艘地球人飞船 飞船周围散落着四个人类休眠舱 里面沉睡着四个宇航员 而飞船内部的休眠舱里有个妹子 他看到妹子的模样 瞬间傻眼 这颗妹子 正是他在梦中约会的妹子 辫子姐 他刚想搜查飞船 找些资料 不料战斗无人机出现一阵突突 将四个沉睡的宇航员结了果 调转枪口 要结果辫子姐 阿汤当即站在无人机面前 无人机一阵扫描 发现没有威胁 沙子飞上了天 阿汤带着辫子姐回到家里 打开休眠舱 唤醒辫子姐 辫子姐看着不停秀恩爱的阿汤和大鸡毛 心里很不是滋味 而大鸡毛看辫子姐也很不顺眼 告诉阿汤 赶快把这个妹子弄走 不要节外生枝 但阿汤总感觉 自己和辫子姐有不正当关系 拒绝了大鸡毛的提议 辫子姐一阵休息后 让阿汤陪自己去飞船坠回点 寻找航行日志 两人再次来到坠回点 眼前的一切却震惊了他们 四个煤气飞行员的尸体 竟然消失不见了 阿汤告诉辫子姐 这肯定是外星人干的 辫子姐却不在乎这些 钻进飞船内部 拿到了航行日志 两人刚想撤离 一群外星人出现 包围了飞船 阿汤想冲出去和外星人硬刚 刚出门就被撂挺在地 等阿汤醒来时 发现自己在一个人类基地里 人类领袖告诉阿汤 一直和你战斗的外星人 其实就是地球人 而阿汤的顶头上司并不是人类 而是外星人留下的三角形飞船 三角形飞船制作出核电平台 吸收海水的力量 要把地球改造成 适合外星人生存的环境 领袖想让阿汤修改一架 战斗无人机的参数 让无人机带着小型核反应堆 炸毁三角形飞船 但阿汤认为领袖在骗自己 领袖也不着急 先是派手下干掉尾随而来的战斗无人机 又将摩托车还给阿汤 让他带着辫子姐离开人类基地 阿汤一脚油门 再次来到信号发射地点 看着眼前的辫子姐 阿汤脑中的画面再次出现 发现辫子姐在几十年前是自己的妻子 辫子姐也拿出一枚戒指告诉她 自己是她的妻子 两人那是情不自禁 抱在一起猛捉一口 这一幕恰好被大劲毛看到 那是肝胆碎裂 吃了一百斤老陈醋 不仅不给刚回家的阿汤两人开门 还向大领导举报了阿汤 大领导一听当即发火 激活一架无人机 启动摧毁模式 无人机一枪上去 把大劲毛轰成渣渣又对准了阿汤 关键时刻辫子姐操纵高射炮 一炮结果无人机 不料更多的无人机赶来 阿汤当即带着辫子姐飞进云层 利用闪电解决三个无人机 飞进峡谷一顿凤凰飘移走位 顺利解决其他无人机 他来到一架无人机坠毁地 打算拆开无人机分析数据 看看大领导为啥要干掉自己 不料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阿汤看见另一个自己 开着飞机降落正抢修无人机 他瞬间炸了锅拿起枪瞄准对方 对方也吓得不行 心想这祸估计是自己 一父一母的双胞胎亲弟弟 两人一言不合开始了大战 阿汤毕竟凶残 一顿操作控制了对方 对方的枪就走了祸 把在旁边吃瓜看戏的辫子姐 打成了重伤 阿汤着了急用大粗腿加晕对方 不料战斗无人机重新启动 眼看就要飞上天 阿汤一个闪现上去 拔了无人机电池 无人机再次爬窝 随即他将辫子姐放在安全的地方 开着另一个阿汤的飞机 来到另一个阿汤家里 一进门他又傻了眼 另一个阿汤的媳妇竟然也是大劲毛 他心里很难受 合着分配的媳妇都是统一定制的 不过他没想那么多 拿着纱布绷带 猛作一口另一个阿汤的媳妇 瞎子来到辫子姐身边 给辫子姐治好了伤 两人一合计哪也不能去 只能再次来到人类基地 阿汤告诉领袖 自己知道了一切 要修改程序 解决外星人三角形飞船 他一顿操作猛如虎 修改了无人机编程 在无人机身上 装上了手工小型核弹 领袖告诉阿汤 几十年前那场人类和外星人大战 外星人战士有几十万人 而且都是阿汤一父一母的 几十万胞胎亲弟弟 和阿汤长得一模一样 因为阿汤是几十年前最优秀的人类 估计是外星人获得了阿汤的基因 克隆出的阿汤军队 阿汤听了很疑惑 想询问更多细节 但领袖知道的事情也很少 只知道当年外星军队很凶残 人类动用了核弹 才结果了几十万个阿汤 听完领袖的话 阿汤决定亲自调查这件事 他让人类军队将改造无人机拉出基地 不料刚打开基地门 一群战斗无人机出现 对人类基地开始了疯狂进攻 一时间人类死伤惨重 这颗忍诺拉汤 一路走位输出 结果了一架无人机 领袖更是掏出高射炮 一顿秃吐撂挺一架无人机 战士依靠掩体 结果了其他无人机 但在战斗中 改造无人机被摧毁 人类失去了轰炸外星人 三角形飞船的机会 而领袖也残了血 眼看就要没气 一时间整个人类陷入了绝望 不过阿汤是个聪明的娃娃 想了一个方法 外星人飞船肯定想要 其他人类的基因制造其他人类 如果带着辫子姐去三角形飞船 肯定能进入飞船内部炸毁飞船 辫子姐感觉这样做很靠谱 当即进入休眠舱 来到太空里 逐渐接近三角形飞船 这时阿汤打开了 坠毁飞船的飞行日志 按照日志的提示 阿汤想起了所有事情 几十年前 外星人三角形飞船 突然出现在地球外围 地球宇航局派出宇航员 调查三角形飞船 这些宇航员 正是阿汤 辫子姐 大金毛等人 只是在靠近三角形飞船时 出了问题 阿汤只能脱离飞船 将沉睡的辫子姐等人 扔在了太空里 和大金毛进入了三角形飞船内部 自那以后 三角形飞船 凤凰克隆阿汤 制造出了几十万军队 对地球发动了进攻 知道真相之后 阿汤那儿气得不行 要和三角形飞船 不死不休 他对着三角形飞船 一顿忽悠 成功进入飞船内部 见到了飞船核心 一个小三角 当着小三角的面 打开休眠舱 这下小三角傻了眼 休眠舱里 不是貌美如花的辫子姐 而是残血的 造老头子领袖 阿汤和领袖 瞬间启动小型核弹 三角形飞船 被炸成碎片 原来阿汤为了保护辫子姐 故意让她休眠 把她放在了小木屋里 带着领袖去了太空 三年之后 地球逐渐恢复了正常 阿汤们和妻子大金毛们 开始了打猎生活 而当初被阿汤打晕的 另一个阿汤 则觉醒了所有记忆 找到了辫子姐和三岁的女儿 就这样阿汤拯救了地球和人类 从此另一个阿汤 带着阿汤的三岁女儿和辫子姐 过上了无法描述的 快乐生活圈局中 在不知道自己是谁之前 你可能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是这部电影给出的烧脑结论 影片中 阿汤以为自己是人类的希望 随着事件的发展 他才发现 自己不但不是人类的希望 还是外星人的傀儡 一直在帮外星人改造地球 而被他称为外星人的人 竟然是真正的人类 尤其是阿汤 见到另一个阿汤 还有三角形飞船中 另外几十万个阿汤时 才发现自己真的不知道自己是谁 唯独飞船中留下的航行日志 让他发现了自己是谁 从深层角度来思考 这部电影讨论了 人类和文化传承的问题 阿汤代表的就是这类人类 他大脑中的文化 只是三角形飞船告诉他的 并不是真正人类文化的传承 而飞船航行日志里的东西 代表的正是人类文化的传承 这种传承能激活一个真正的人类 另外 如果你遇到了几十万个自己 你会干啥呢 在评论区告诉荒哥你的想法 要是荒哥的话 就问一下给发喜分不 好了 今天电影道就结束了 记得评论点赞收藏 关注大荒电影哦 我们下期再见